凌晨两点 辽宁南篮夺冠之后 郭爱伦宣布了生涯意外决定 杨明心疼 赵继伟啊 却遗憾懂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对于咱们广大的辽宁南篮球迷 也是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辽宁南篮拿到了对史的首次两年冠 那么意味着杨明率领球队 已经逐渐的开始建立起一个 属于辽宁篮球的新王朝 那么不可否认啊 拿到两年冠 是让很多球迷感觉到非常的欣慰惊喜的 那么同样也有很多球迷 因为郭爱伦在球队 没有能够拿到总决赛MVP 感觉到无比的遗憾 因为对于郭爱伦来说呢 其实不可否认 他如今已经到了30岁的年纪 那么到了这个年纪 由于他在辽宁队队内的整个队友 实力也都比较强 像赵继伟已经连续两年拿到总决赛MVP了 那么让郭爱伦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虽然说看似也已经帮助辽宁队 拿到三座总冠军的奖杯 而他也曾作为昔日的亚洲第一后卫 但是竟然他的职业生涯 没有拿到过任何一个属于他的 常规赛或者总决赛的MVP荣誉 那么这无疑对于郭爱伦来说 是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 他的这个能力 他的这个数据 换在其他的任何一支CBA球队的话 或许他早已经拿到了MVP 最起码拿个常规赛MVP 也是已经拿到了 对吧 但是正常来讲的话 其实就郭爱伦的能力 人气 他的整个个人价值来说的话 其实很多 你像此前 像王哲林啊 丁燕宇航啊 包括吴钱等大量的球员 都是拿到过常规赛MVP 像赵继伟 胡明轩 也都是拿到过总决赛MVP 那么这些现役球员 其实就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和能力 经验 人气各方面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都不如郭爱伦的 所以说郭爱伦 他都没有拿到过这么多的MVP 但是那些人都拿到过了 那么这对于郭爱伦来说 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那么是否会暗示着郭爱伦未来 他还有着 要离开球队的一些决心呢 对吧 如果换一个环境 换一支球队的话 或许郭爱伦就能够了却 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丝遗憾 让自己能够拿到这样一个MVP的荣誉 这或许也是很多 其实支持郭爱伦的人 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与此同时呢 大家都知道 今年夏天对于辽宁队来说 其实是一个面临着巨大挑战的夏天 因为包括了你像李小旭啊 赵继伟啊 等非常多的球员 合同到期 包括韩德军 对吧 这些球员合同到期之后 可能都面临着需要 你给他拿出顶薪大合同 来跟他许约才可以 这些球员在本赛季都是玩了命的拼 拼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其实他们也都是为了自己 在今年夏天争取一个好的合同 而拼尽了全力 所以说今年夏天 你只有保住你这套核心框架的稳定性 把这些人都留下来 下个赛季才有机会冲击三连馆 否则的话 下个赛季 辽宁队将会举步维艰 所以说 保持今年夏天阵容的延续性 是杨明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 而郭艾伦也是大家最担心 要离开的一个人 那么事实证明 郭艾伦也是在辽宁队拿到了总冠军之后 在总冠军之夜 他也是做出了一个意外的决定 他来到线下 与球迷兑现了一个约定 来到球馆 与球迷上千名球迷在现场相拥 然后在现场与球迷一起互动打球 直接打到了凌晨两点中 打到凌晨两点 我们看到现场的球迷也是山呼海啸 支持郭艾伦的声音 不觉悦耳 郭艾伦也在现场亲自宣布 说我爱你们 我希望未来能够有时间的话 我们多跟球迷 能够进行这种线下的亲切的互动 而球迷也怀疑声音 说我们也爱你 足以证明了郭艾伦虽然不是MVP 但是他在球迷的心中 他就是MVP 对吧 所以说伴随着郭艾伦 他打完了一场总决赛 如此辛苦 如此疲惫 没有任何的休息 却能够宣布了如此意外的决定 连夜又来到了球场 与球迷进行活动 足以证明了 他对于球迷的粉心 是非常的赤诚 非常的真诚的 对吧 证明了郭艾伦在这一刻 他是配得上球迷 对于他的这种 珊瑚海啸的支持的声音的 所以说眼下来看 郭艾伦用他的实际行动 征服了球迷 让杨明也真的是 非常的心疼 对吧 看到郭艾伦 能够在打完了总决赛之后 马不停蹄 没有休息 立刻前往球场 与球迷互动 这份心 真的是值得 我们为他竖起大拇指 而赵继伟 虽然是总决赛MVP 但是他非常的遗憾 没有参加这一次的线下活动 那么同样 也让赵继伟懂得了 虽然自己已经是总决赛MVP 但是未来还是要 向郭艾伦多学习 只有在线下 多跟球迷进行亲切的互动 让球队获得更多球迷的支持 才有可能成为 引领辽宁篮球 未来发展风向标的 真正的领袖级的 王牌人物 那么我们也是 共同的期待着 辽宁篮篮在下个赛季 能够越来越好